西有琉璃瓦,今有身边人,欢迎收听琉璃故事会 我和奇异里从小就是死对头,认识二十年,嫁也打了二十年 春节放假,我俩明明就在一个学校,奇异里却死活不肯在我一程 越想越气,我暗暗发誓这个年奇异里绝对别想好过 正盘算着怎么整它,我就刷到了奇阿姨的吐槽视频 视频里,奇异里大摇大摆地躺在电竞椅上打游戏,桌边放一堆没收拾的零食袋子 奇阿姨配文,现在大学生都这样吗? 嘿嘿一笑,我扶置心灵,立刻注册了几个小号发起进攻激情控屏 嘖嘖嘖,那个游戏机起码三千 现在大学生放假,都忙着考工考研,他怎么有空玩游戏呀? 哥哥真坏,不像我六点就起床给爸妈做饭了 看热闹不嫌是大,我还给奇阿姨发了微信 阿姨,我想找奇异里出去玩,他起床了吗? 以我对这个狗男人的了解,他肯定在睡懒觉 果然,奇阿姨回了一个摇头叹气的表情包 继续拱火,我故作惊讶道 哎呀,这都十二点了,哥哥还没起床呀 我一般都七点,起床学习了 那这样的话,我就先去帮爸妈干家务了 只能下次再找他玩 对方正在输入的提示符明明灭灭 半赏 奇阿姨发来一条咬牙切齿的语音 我今天飞载了这个臭小子不可 没多久,我就听见对门传来奇阿姨的怒吼 以及惊天动地的关门声 想都不用想,奇异里肯定被扫地出门了 仰天长笑,我心情极好的哼起小曲 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 小鸟说早早早,你为什么背着炸药包 我去炸奇异里,老师不知道,一拉弦我就跑 回头一看,奇异里炸飞了 晚上,我幸灾乐祸地嘲笑奇异里无家可归 没想到下一秒,一头银发的他竟然直接翻窗而入 似笑非笑地勾唇,奇异里直直地望着我 在叫声,咯咯我听听 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 我心虚地错开视线,嘴硬道 你确定,奇异里细泻地挑眉 懒散地倚在窗边,语调玩味 是,是我干得又怎样 我莫名有些没底气,哽着脖子瞪他 怎样,奇异里轻笑,慢出胸腔 熟门熟路地钻进我的被窝 当然是找你负责咯,我的好妹妹 我纷纷地砸过去一个抱枕 气急败坏地去拽他 这可是我刚扑的床 奇异里无所谓地耸了耸肩 一脸无赖 不管,我反正没地儿去了 一时一节 我抬起脚就往他脸上踹 不料用力过猛 我瞬间失去平衡 直接趴在了奇异里身上 头怀送抱,奇异里憋着笑 将我拎起来 滚啊,我胀红了脸 不爽地再次发动攻击 奇异里毫无怜香惜玉的思想觉悟 钻着我的手腕 直接将我压在身下 就在这时,门开了 我妈和奇阿姨善笑着 一口同声,你们继续 哇 在这诡异的沉默中 奇异里嘹亮地喊了一嗓子 好嘞 好你的头 我下意识地反驳 奇异里忽然唯唯诺诺地 瞥了我一眼 眼眶煞石飞红 语调委屈极了 阿姨 其实我诺诺在一起很久了 无奈她始终不愿意给我个名分 也不愿意公开我 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瞳孔地震 我 所以你现在是在强制爱 我妈眼里闪烁出八卦的精光 激动地捂住嘴巴 奇异里嗓音闷闷的 茶里茶气 我就是一时心急 才来找诺诺要个解释 阿姨不会生气吧 我崩溃符合 无奈道 妈 你是不是又刷知乎了 这都是什么奇怪的关注点 对对对 重点 重点应该是你必须对小奇负责 正好我们两家要出去旅游 你就留在家好好照顾小奇 奇阿姨一脸一母笑 冲奇异里晃晃手中的钥匙 这个想必你不需要了哈 别说妈没给你创造机会 还没来得及辩驳 我妈已经拉着奇阿姨 风风火火地离开了 我彻底凌乱 无能狂怒 奇异里 你给我滚 阿姨懦懦要赶我走 乌乌乌奇异里挑衅得抬了抬眉 反手就拨通了我妈的电话 于是我妈气不带喘词汇 不带重复地骂了我三十分钟渣女 我 算你狠 收拾好客卧 我不情不愿地被奇异里扯着出门采购日用品 超市 我提着大包小包狼狈穿梭在人群里 奇异里双手插兜悠哉 那个再拿一个 对 那个也要一个 你自己没手吗 不是你向阿姨保证你会宝贝我的吗 奇异里无辜地眨巴着大眼睛 笑得十分欠走 忍无可忍 我拿起收银台一侧的小方盒 娇滴滴地冲她抛了个媚眼 哥哥真坏 人家还怀着孕呢 奇异里瞳孔猛地一缩 震惊地待在原地 我操着一枪夹子音 可怜兮兮地撅嘴 好重哦 哥哥也不知道帮人家提一下 累着孩子可怎么办呀 四周的路人纷纷憋笑 奇异里手忙脚乱地接过袋子 仗红了脸 咬牙切齿 别乱讲 音音 哥哥别生气 我绝对不会让你老婆知道 我怀孕了 她现在肯定在家等你呢 不会听到的 我抹了把根本不存在的眼泪 委屈哽咽 吃瓜群众灯时两眼冒光 不着痕迹地聚拢过来 几个大爷大妈对着奇异里指指点点 嘖嘖嘖 适风日下 奇异里深呼吸 皮笑肉不笑地接过我手中的小方和 怎么会生气 哥哥疼你还来不及 她脸色比锅底还黑 扯着我大步往外走 哎呀 你慢点 别磕着孩子看着她吃瘪的模样 我在心底嚣张狂笑 忍不住继续娇撑 奇异里眉心似是抽了抽 顿住脚步将钩带跨到肩上 直接将我打横抱起 我猝不及防地失衡 惊呼一声 本能地缓住了她的脖子 紧贴着她胸腔有力的心跳 微张的唇 不小心蹭过她滚动的喉结 一正脸颊迅速泛起灼烧感 头顶响起细血的倾笑 奇异里微凉的指尖点了点我泛红的耳尖 怎么不说话了 我的小情人 语调拖得浅犬悠长 还偏偏将最后三个字咬得极重 又欲又深情 对上她笑意恋恋的眸子 我别开脸掩饰自己的无措 流氓 不得不承认 奇异里从小就生得极好 还偏偏长了一双古人的桃花眼 挣扎着脱离她的怀抱 我一股脑地往前走 不小心撞到了路人 苏诺诺 好巧 你住这附近吗 阳城眼睛一亮 忙不迭地扶住我 嗨 是挺巧 我尴尬地避开 礼貌性地打招呼 奇异里跟上来 宣誓主权似地揽住我的腰 怎么这么不小心 这位是 阳城面色一僵 试探道 我哥 瞥见奇异里阴沉的神色 我莫名有些紧张 哦 我还以为咱俩刚分开 你就有对象了呢 阳城长舒一口气 重新露出了笑脸 苏诺诺 背着我谈恋爱了是吧 奇异里眼底墨色翻涌 贴近我的耳畔音侧侧的低语 我崩溃地维持着假笑 支支吾吾说不出话 对了 之前没听说你有哥哥呀 阳城似乎完全没意识到气氛有什么不对 热络地找话题 没有血缘关系的那种哥 懂 奇异里臭着脸 语气不善 拽着我就走 奇异里一八五 两条大长腿迈一步 我得跟两步 往常他都会放缓速度 照顾我的小短腿 今天他却堵气似的越走越快 手腕被他钻得生疼 我一个猎切差点摔倒 奇异里 你慢点 你喜欢那个人 奇异里顿住脚步 转头一瞬不移地凝视着我 几乎将后槽牙咬碎 不喜欢 不喜欢干嘛和他在一起 奇异里咄咄逼人 我和谁在一起过 和你有什么关系啊 被他带字的质问激怒 我没好气地回应 眼眶因为委屈泛起水气 我倔强地直视他 胸口起伏 半晌 奇异里任命般俯下身 给我擦泪 软了嗓音 抱歉 是我过激了 我只是怕你被骗 要你管 我一把拍掉他的手 小声吐槽 奇异里揉了揉我的脑袋 又恢复了吊锒的模样 我是你哥 我当然要管你 我呼吸一致 眼泪差点又要往外涌 所以 你为什么答应他的表白 是真的不喜欢对吗 默了默 奇异里定定地望着我 都说了不要你管 真把自己当我哥吗 情绪有些失控 我快步走进房间 叫门反锁 沿着门板脱力似的下滑 我将脸埋进手掌 我喜欢奇异里 从很小就开始喜欢了 可他似乎永远都只拿我当妹妹 甚至兄弟 他事物居系地照顾我 关心我 好像都是源于我们相识多年 再无其他 高中的时候 我和奇异里玩闹 奇阿姨教训他长大了 要注意分寸 不能和女孩子有肢体接触 我红了脸 奇异里却满不在乎地勾住我的肩 诺诺 都是从小打到大的哥们 还避什么闲 少女心事刚萌芽 就被浇了一桶冷水 但我也只当男生开窍晚 一如既往地 借着找茶的油头铲他 直到上了大学 我偶然听到奇异里 和朋友们聊天 苏诺诺 当好朋友不错 但确实一点也不适合当对象 后来我故意疏远了奇异里 消沉了很久 而杨诚从大二就开始 欺而不舍地追我 我在室友的劝说下 答应了他的告白 决定试一试 没想到约会时 杨诚暴露出不太正常的控制欲 同时我也意识到 自己放不下奇异里 于是刚在一起的第三天 我就提出了分手 因为这难以启齿的原因 我没敢告诉 奇异里我谈过恋爱 我每天依旧保持着 没心没肺的样子 找他麻烦 只是为了有正当理由 让他多看我一眼 半夜失眠 我踏着拖鞋出去倒水 刚推开门 就感到一股阻力 视线下移 就看到奇异里 歪斜着身子 靠在门背后 你在干嘛 我疑惑地醋眉 试图将它拉起来 手中的一拉罐咕噜噜滚落 奇异里呆呆地抬眸 你是谁 好端端喝什么酒 怎么醉成这样 嗅到他满身的酒气 我止不住埋怨 你是谁 你别碰我 奇异里幼稚地 比划起奥特曼发射光波的手势 一脸戒备的后挪 忍峻不禁 我忽然起了逗他的心思 就碰你 我不但碰你 我还要摸你的腹肌 奇异里迟钝地愣了三秒 后知后觉地捂住衣服 不行 只有老婆才能摸 那你有老婆了吗 心头一紧 我颤生 奇异里像是受了什么天大的委屈 灯时眼眶飞红 像是被暴雨淋湿的大狗狗 可怜得不行 嗚嗚老婆 老婆她好像不喜欢我 她不喜欢我 我就没老婆了 嗚嗚嗚 我没老婆了 所以 奇异里是失恋了 才喝成这样的吗 我自嘲的勾唇 苦笑着 没勇气在开口 凉酒 我拿起地上的半罐酒一眼而尽 麻木地将奇异里拖回房间 替她盖好被子 我坐在床檐 指尖悬在半空许久 终究没有落下 隔着一寸的距离 我徐徐描目着她清俊的睡眼 空落落的感觉越发强烈 次日 我顶着黑眼圈坐在沙发上发呆 奇异里难为情地抹了抹鼻子 昨天我喝醉了没乱说话吧 为什么突然喝这么多酒 我抱着侥幸心理 淡淡开口 嗯 眼神躲闪 奇异里声音越来越轻 心慢慢下沉 我故作轻松地拿起手机乱刷 不想说就算了 我就随便一问 奇异里张了张口 还想再说什么 却正好被一阵电话铃声打断 喂 诺诺 我这刚好有两张音乐会的票 周末一起去吗 杨诚十分热情地向我介绍起音乐会的曲目 因为在家 我接电话习惯性开了外放 奇异里目光沉沉地望着我 用口型一字一顿地说 不 可 疑 毕竟我和杨诚已经分手了 也不想和前任纠缠不清 因此我本来就打算拒绝她的邀请 但奇异里霸道的口吻 让我愈发觉得心里不平衡 凭什么她能和其他女生恋爱 却不允许我发展感情 于是我赌气地回了一句 我考虑一下再回复你 那男的看你的眼神就不对劲 你绝对不许去 奇异里语气压抑着怒火 冷了脸 从小到大 你就不让我和男生玩 尤其是青春期的时候 我只要稍微和男生走得近 你就会去我妈那告状 说是为了我的成绩保家护航 这些我都可以理解 但现在我已经成年了 和异性交往是我的自由 你没理由干涉 也无权干涉 苦涩漫上心间 我大声反驳 你非要去是吧 奇异里像是气急 薄唇紧敏 直直盯着我 我偏要去 说着我就拿起包往外走 奇异里任命似得合了合眼 长臂一身 直接将我固进怀里 毛茸茸的脑袋 埋在我的颈尖 讨好似的青蹭 不去 行吗 嗓音闷闷的 尾音上翘 乃里乃气又楚楚可怜 甚至带着些祈求的异味 双颊飞红 我将在原地 奇异里从来都是不肯服输的性子 说话形式 向来拽得要死 这是我这么多年 第一次见它示弱 小狼狗忽然变成了小奶狗 我的疑惑不亚于震惊 为什么 思绪逐渐回笼 我磕磕绊绊地问 沉默了一瞬 奇异里像是下了极大的决心 苏诺诺 我守了你二十年 我做不到看你靠近别人 少年的嗓音低哑却笃定 字字句句敲在我的心间 我讨厌任何接近你的异性 是基于我爱你 那些冠冕堂皇的理由 不过是为了掩饰我的私心 我没那么好心 不会白白替别人养媳妇 你是我从小管大的 是我认定的 锁骨呼的一失 奇异里在上面留下了一个泛红的齿印 炽热的呼吸落在我脖梗间 痒痒的 潜泉至极 奇异里声线微微发颤 将我搂得更紧 盖过章了 你 只能是我的 心跳加速 暖哄哄的蜜意 瞬间席卷了全身 但残存的理智告诉我 不能这么快缴械投降 那你之前为什么一直不说 我怕你拒绝我 咱俩这关系 一旦没成就连朋友 都做不下去了 奇异里唯唯去去的瞥了我一眼 嗡声嗡气道 我之前有一次去给你送吃的 撞见你 和朋友说 我不适合成为女朋友 我突然想起这笔旧账 悠悠的冷哼了一声 你没听完整 我当时说的是 他不适合做女朋友 但合适做我老婆 那家伙居然问我要你的联系方式 我拿他当室友 他居然想泡我老婆 我当然要让他彻底死心 奇异里忙不迭地解释 义愤填膺 行吧 傲娇地眨了眨眼 我的嘴角不由自主地上扬 那 因为会你不去了吧 奇异里可怜兮兮地晃晃我的衣摆 活像个敢怒不敢言的小媳妇 本来也没打算去 我不喜欢他 当初和他在一起 也是因为误以为你不喜欢我 才想着尝试接纳别人 所以 是你也喜欢我的意思吗 奇异里小心翼翼地开口 眼巴巴地望着我 才不是 你之前害我流了这么多眼泪 看着奇异里低声下气的模样 多年来互掐的DNA动了 我忍不住想拿捏他 只是我话还没说完 就被奇异里着急忙慌地打断 诺诺我错了 都怪我没早点坦白心意 但你能不能别先急着拒绝我 哪怕给我一段试用期也行 我会向你证明我有多爱你 我强忍着笑意 点了点头 那就先考察一段时间吧 其实 我刚刚想说的是个转折剧 自从奇异里表白了心意 我总觉得 他看我的眼神 愈发不清白 晚上洗漱 奇异里懒洋洋的声音 自浴室里传出 诺诺 我忘拿睡衣了 帮我递一下 门飞虚掩着 我侧过脸 一手拿着衣物往里伸 奇异里重重用力一扯 我没来得及松手 整个人都被连带着 往他怀里扑 少年热烈而清新的气息扑面而来 我的双手勘勘搭在他胸口 坚实的心跳伴在掌心跃动 热意瞬间以燎原之势 漫上脸颊 慌乱的垂眸 却正好看到 他累快分明的腹肌 阴晕的水珠 沿着人渔线弯弯下 没劲松松垮垮的浴巾 一时间暧昧 暧昧横生 瑕疵难却 像是被火烫到 我下意识地后退想拉开距离 不知道是地面太滑 还是心太乱 我亮呛着 眼看又要摔倒 轻笑漫出喉咙 奇异里结实的手臂 一捞 将我按进怀里 温热地指尖在腰际若有似无地 碾了一下 像是某种挑逗 这下连脖梗都犯着造诣 我全着手指 不知道该往哪放 像是看破了我的无措 奇异里捏着我的手腕 指挥着我的手 划过腹肌 稳稳停留在他静瘦的腰肢 脑海里轰得炸开烟花 我默然想起 那晚奇异里软软的嗓音 只有老婆才可以碰 脸上的热意只增不减 我小声道 奇异里 你干嘛 笑意松散 奇异里大大方方地望着我 语调直白 又透着骨痞劲 勾引你呗 湿漉漉的银发 映着暖色灯光 像是背镀了一层金 奇异里那双古人的桃花眼弯弯的 好看得不得了 简直妖孽 大脑荡机了两秒 我落花逃 我窝在被子里 翻来覆去睡不着 一闭眼 全是奇异里那张俊脸 真是不讲武德 竟然色诱 可恶我纷纷地自言自语 咚咚 房门被轻轻地敲了两下 奇异里拉开门 携倚着门框 你怎么直接进来了 探出脑袋 我不满地瞪他一眼 合着他敲门 就是走个行事 迟早都是一张床上的人 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奇异里嘴角勤着笑 一本正经 大晚上的找我干嘛 我脸颊又开始染上红韵 休脑地岔开话题 被子湿了 没地儿睡 雨调平静 完全没有应有的忧愁感 我怀疑他是骗我的 一裹外套 我直接走进客房 发现被子上真有一滩水渍 怎么搞的 你尿床吗 我毫不留情地吐槽 歪了歪脑袋 怎么可能 就是不小心打翻了水 奇异里美好气地 将我的头发揉得一团乱 无语地扯了扯嘴角 那你开个热空调就行 一会儿就干了 说着 我从柜子里找出遥控器 塞给他就往回走 奇异里沉着张脸 不可置信地拔高了音量 感冒了怎么办 你怎么忍心 让我回去睡湿的被子 你有这么虚吗 这样子的话 我勉为其难地 帮你去找找看 有没有新被子吧 我脚下一笑 千转百回地 嗷了一声 奇异里喉结滚动 谋色一暗 似笑非笑地勾唇 我虚不虚 你试试 没等我有反应 奇异里将我抵在墙角 一手垫在我的后脑勺 一手捏起我的下巴 高挺的鼻尖 难不经心地蹭过我的 试试 低雅的音色 让我心跳都漏了一拍 这个男人 现在怎么这么会 妖精似的 快回去睡觉 别那么不正经 我试图抗议 哦 奇异里答应得很爽快 身子却纹丝未动 我无可奈何 仰头 让开了 我去帮你找被子 不用那么麻烦 这不是有现成的 奇异里目光点了点 我的房间 笑得像只狐狸 感情是在这儿等我呢 小时候我爸妈总共出差 我又怕黑 经常缠着奇异里一起睡 久而久之 倒也习惯了 只是现在心境发生了变化 我不免有些局促 我白了他一眼 毫不犹豫地踹了他一脚 做梦 奇异里不甘心地扒拉着房门 视死如龟般咬紧牙关 算我尿床 总行了吧 哈哈哈哈 行 呆了一秒 我笑得直不起腰来 默默给他梳了个大拇指 奇异里气鼓鼓地抱起枕头 黑着脸冲进我房间 我不放心地 在中间放了一个大抱枕 做了一个抹脖子的手势 警告你哦 不许越界 知道 知道奇异里连声答应 比了一个发誓的手势 结果 第二天 我一睁眼就发现奇异里像八爪章鱼一样绕在我身上 解释一下 一巴掌把他呼醒 我怒吼 嗯 我说是梦游你信吗 哼 我没忍住 又呼了他一掌 周末 奇异里飞拉着我回高中逛逛 美其名曰 追忆青春培养感情 沿着操场散步 奇异里捏了捏我的脸 你现在这么白 有一半是我的功劳 奇异里那时候就挺高的了 逆光的阴影能将我完全给拢住 每次体育课我就躲在他后面遮太阳 那另一半呢 当然也是我的咯 你当时天天抢我牛奶喝 哎 不过真奇怪 喝了这么多也没见你长高 走进熟悉的教室 曾经的回忆涌进脑海 奇异里潇洒地坐在后排的位子上 两条长腿抵着客桌 随着他的动作前 瞪脚微微悬空 椅子向后倾斜 你以前总喜欢在这时候拉我一倍 害我摔跤 你是不是从那个时候就喜欢我了 奇异里心情极好的挑眉 目光灼灼 还不是因为我每次路过 你都刚好这姿势 看着就手痒 我吐了吐舌头 避重就轻地回答 那可不是凑巧 奇异里失效 我故意的 就是想让你靠近 奇异里一记直求 我红了脸 他望向窗外碧蓝的天空 自顾自地开口 我申请要去做最后一排 是为了可以明目张胆地偷看你 每次下课经过 都碰掉你的笔 是因为觉得 你气鼓鼓的样子 很像仓鼠 想弱啊 故意放掉你 自行车轮胎的气 是想让你能坐在 我的后座搂住我 每次你使唤我 帮你去买饮料 我都会偷偷拧紧瓶盖 因为你可怜兮兮找我帮忙的样子 很可爱 为了能名正言顺地牵你的手 我到处宣扬 咱俩是哥们 运动会那次 其实跑一千五 我压根不累 但也不知道为什么 一见你我就晕了 苏诺诺 为了你 我可真是费尽心机 冬日微息的日光洒下来 将少年的眉眼 渲染得格外温情 那么多年来 不见天日的暗恋 像是残缺的拼图 终于被捕上了丢失的一角 我望着他 忽然觉得很圆满 怎么 被我感动到失语了 奇异里脾里脾气的沟唇 在我眼前打了个响指 才没有 识口否认 张口却发现 嗓音已经带上了哭腔 好了 好了 我最见不得你哭 奇异里一下慌了神 粗力地指腹拂过我的眼角 留下一抹散不去的温度 看着他紧张的模样 我破涕为笑 路过食堂 我进去买奶茶 没想到出餐的阿姨 一看到我身后的奇异里 就笑得无比八卦 追到小姑娘了 奇异里懒过我 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还在努力 还在努力 我不明所以地咬着吸管 啥情况 阿姨笑得更加开怀 小姑娘 你是不知道 有次她冒着大雨跑来食堂 明明手里有伞 却浑身是水 问我能不能借点后厨的红糖 说是自己湿透了 要泡红糖 浆茶区区寒 那着急的样子 不知道的 还以为出了什么大事 阿姨可是过来人 一菜就知道 肯定是为了别的 我想起 高中有一次生理期 我瘫嘴尝了一口冰饮 然后疼得死去活来 最后还是喝了奇异里 给我泡个红糖水 才缓解 打饭窗口 阿姨也凑过来 掏给我一个 我意味深长的眼神 这小伙子 当时还每天打两份早饭 也是为了你吧 高三的时候 我因为成绩波动很焦虑 每天晚上打手电筒 学到半夜 早上为了争取 多一些早读的时间 经常不去买早饭 奇异里就每天一边训我 一边任劳任怨地 给我带早饭 看 全世界都知道我喜欢你 就你不知道 好笨哦 奇异里戳了戳我的脑门 牵着我往外走 羞红了脸 我小声念如现在知道了 一大清早 奇异里出门买菜 我窝在沙发上玩手机 一阵急促地敲门声响起 喂 苏女士在家吗 您的快递到了 麻烦出来签收一下 没多想 我开了门 发现鸭舌帽下 隐约是杨成的脸 我从来没告诉过她 我的家庭住址 如果她有快递员的兼职 也没必要假装不认识我 几乎是一瞬间 我感觉到不对劲 摸到口袋里的手机 我悄悄按下了紧急联系人的电话 随即想要关门 却被杨成猛地往屋里一推 甩上门 杨成扯掉口罩朝我逼近 笑得慎人 懦懦 为什么拒绝我 我不断后退 试图和她沟通 我们已经分手了 你现在这样是犯法的 我后悔了 你别想离开我 杨成扑上来 目光阴毒 我拼了命地反抗 尖锐的眉甲 在她脸上 划出一道血痕 她喘得粗气 抹了把脸 笑得更诡异 装什么贞结猎女呀 你都和你那个好哥哥 同居了吧 我惊恐地瞪圆了眼 被恐惧深深包围 杨成一直在跟踪我 像是被激怒 杨成一把抓住我的脚踝 把我往房间里拖 我崩溃地哭嚎 死死抱住沙发 她马上就回来了 你现在跑还来得及 杨成狠狠裹了我一掌 杨成面目猙獰 少他妈吓唬老子 他不是早上刚出门吗 每个一时半会可回不来 我脑袋疼得发晕 心慌得喘不上气 见我反抗得过于激烈 杨成骂了句脏话 转身去找交代 就在这时 我的电话响了 杨成付住我的手脚 掐住我的脖子 直接来扯我的领口 求你了 放过我 绝望如洪水猛兽般袭来 我哭着求饶 身材真不错 我当初就该把你关起来 杨成语气淫荡 直接压上来 我恐惧地闭上眼 缩成一团 砰 随着一声巨响 身上一清 我迟疑地睁眼 泪眼朦朦间 我看到奇异里 一拳接着一拳地 砸到杨成身上 又快又狠 浑身的肌肉 紧绷着如同失控的野兽 杨成根本不是对手 很快就连众骂的力气都没了 奇异里一言不发 魔光阴厉 抄起一旁的花瓶 就往杨成头上抡 杨成扭曲着身子痛呼一声 瘫倒在地 碎片飞溅 奇异里青筋抱起的手臂上 浸出血色 缓过神来 我脚不虚伏地小跑过去抱住奇异里 好了 好了 不能再打了 为了这样的人渣触犯法律 不值当 奇异里像是听不到 又重重补了几脚才慢慢停手 他浑身发颤 用力搂住我 力气大的像是要把我揉进他的骨血 不怕了 不怕了 我来了 奇异里红着眼 红小孩四般轻轻拍打着我的后背 我揪住他的衣领 抽掖着点头 幸好 你来了 从警局做完笔录 奇异里拉开羽绒服 将我裹进怀里固执地拉上拉链 这样怎么走路呀 我俯过他紧促的眉毛 轻声安慰 我抱着你走 奇异里执拗地揽住我 目光粘在我身上一动不动 生怕一眨眼 我就消失了死的 好 我任由他牵着我往家走 回到家 奇异里拿出药箱 拉着我坐到他腿上 温柔地拖起我的脸 抹扎着我脸上红印 还疼吗 我摇了摇头 撕开窗口贴贴在他的伤口 我没事 先给你消毒 奇异里强势地制止了我的动作 拿出点酒棉签 给我上药 四次痛感让我倒吸了一口凉气 奇异里立刻凑近给我呼气 这样好点吗 还是有点不舒服 我老老实实地回答 这样呢 拖着我后腰的手 微微用力将我往前移送 奇异里吻上了我的脸 轻柔 浅犬 温润的触感蔓延开来 我感到所有不时都被预贴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酥酥麻麻的奇异感觉 造诣又迈上心肩 我轻轻推了推他 奇异里依依不舍啄了啄我的眼角 与我额头相抵 诺诺 我真的好爱你 心底泛起细细蜜蜜的甜意 奇异里 我也爱你察觉到他汹涌的不安 我与他食指相扣 嗓音笃定 暗淡的眸子燃起星星点点的光亮 回应我的是奇异里热烈的吻 晚上 我被噩梦吓醒 睁眼却发现奇异里不在身边 恐慌感满意出来 我跌跌撞撞的下床给他打电话 奇异里 你去哪儿 奇异里柔声哄着我 懦懦 我在呢 你看窗外 郑玉推开窗 耳边又传来他极尽温柔的叮咛 隔着玻璃看就好 外面风挺大的 我听话的收回手 再抬眸 漆黑如墨的夜空 绽开漫天焰火 如同岸边的潮汐 此生笔涅 层层叠叠 金丝菊状的烟花 由深至浅铺沉开来 四周簇拥着细碎如钻的繁星 颜色逐渐淡去 天空浮现出橘色的一行字 你是我的永咒 深情低词的嗓音 自电话 那头倾泻而出 很多城市都不能放烟花了 所以我把它暂时安顿在我的左胸膛上 你亲吻我的时候 它就在里面点燃绽放成 漫天的宇宙尘埃 爆炸成只属于我们的 无人驱银河系 以后 你若是想看烟火 就请亲吻我 以后 你若是再看到焰火 都会想起我 给个机会转正 行吗 尊敬的苏诺诺女士 特此批准齐李先生 成为我的男朋友 雇用齐为余生 天空再次燃起绚丽的光彩 明明灭灭的色彩映照在她的眼眸 我仍旧在其中清晰地看到了自己的身影 故事二 老爸过生日 我买好了蛋糕 然后给老爸发了520块的红包 备注还是生日快乐 超级爱你的小姨 结果过了一会我才发现 我把红包发给了我老板陆志行 关掉我发现的时候 它已经打开了 不小心给老板发了520红包 怎么办 在线等 我绞尽脑汁想了半天 要不就和她说是小爱同学自己发的 关键是能不能还给我呀 能吃好几顿火锅呢 我胆战心惊地过了一天 什么也没发生 所以也不是什么大事对吧 她本人都没当回事 干完手里的活 我开始摸鱼等下班 我看着桌上的蛋糕 想象着一会回家给老爸庆生的温馨画面 结果老妈打电话让我别回去了 他俩出去玩了 我切身体会到了 什么叫做爸妈是真爱 而我只是意外 什么叫做倒霉 刚挂了电话 就收到了陆之行的消息 哎 陆总 到我办公室来 还是来了 没关系 一辈子很快就会过去的 我安慰着自己 我深吸一口气 挂上我自认为最得体的笑容 敲了敲他办公室的门 进 得到应允 我走了进去 陆之行正慵懒地靠在椅子上 看见我进来只起身来 拖着腮看着我 要不是给他当了好几年的秘书 直到他工作上雷厉风行的作风 俨然会被他这副 花花公子的样子所迷惑 陆总 嗯 你的红包和心意我收到了 我感觉自己的笑容 僵在了脸上 陆总 你听我解释 那个红包吧 我打算实话实说 虽然他工作上挺严格的 但是也不会因为这种事情 为难我的 今天其实是 我话还没说完 陆之行勾唇一笑 今天是我的生日 你怎么知道的 哈 你还挺会赶日子出生的 胆子挺大呀 喜欢我的小姑娘很多 但直接给我发520的 你倒是第一个 你以为我想发呀 你的心意我领了 不过周一 你那点工资 下次还是别给我发红包了 心意领了 那红包能不能还给我呀 我还是笑着硬喝 是是是 您说的对 下次一定不发了 不过别说下次了 我现在已经为我早上做事 不够严谨 而感到深深的忏悔 以及为我月底的生活 感到担忧了 正想着 陆之行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站起身来 拎起外套 好整以侠地看着我 走吧 还好 虽然痛失500块 不 准确来说是520块 还没耽误我下班 准时下班 是我作为社畜 最基本的需求 陆总再见 我转身要走 就被他抓住了我的手腕 陆总 这是 我有些不理解了 既然知道 今天是我的生日 那还不替我好好庆祝一下 我只好收拾了东西 一手拿着我的包 一手拎着本来给我爸准备的蛋糕 上了陆之行的车 陆之行看到我手里的蛋糕 你还真是有心 居然还准备了蛋糕 我笑笑 那当然 不过 上面写的是 爸爸生日快乐 这个嘛 陆总你说我老板 可不就不就是我的金主爸爸吗 叫您生爸爸以示尊敬 老爸 对不起 生活不易 你要理解 陆之行大概对我的 说辞十分满意 骨节分明的手 在方向盘上 欢快地敲了两下 说起来 这还是我第一次坐他的车 尽管坐了好几年的秘书 但不管是出差还是应酬 他也从来没带我去过 这也是为什么 工资相比其他总裁秘书低 但我却一直苟在这个公司的原因 这样想来 陆之行虽然工作上严苛了一点 给的工资少了点 但是其他方面也算是个好老板了 况且他还年轻又貌美 陆总 我们现在要去哪 我家 我按下心里的疑惑没再多问 没过一会儿 车子就开到了陆总的大别墅 不愧是总裁的家 和我想象的一样大 直到看到那边不止一层的楼梯 行吧 我等凡人 怎么能想象出霸总的生活 进来吧 说着 他自己换了鞋进了门 又在鞋柜里翻找半天 才拿出了一双拖鞋 还是一双男士的 行吧 看得出来平时也是没人来过 陆之行也真是可怜 一个堂堂总裁 竟然连个知心朋友都没有 会不会是因为太孤单了 才叫我来给他过生日 想了想 我看向他的眼神中多了一丝同情 但他似乎没发现 你先在沙发上坐一会儿 虽然突然来到老板的家里 有点奇怪 但我这个人就是适应力强 既来之 则安之 于是我自觉地打开了电视 播放看了好多遍的甄嬛传 昨天看到哪来着 哦 臣妾要告发西贵妃司通 会乱后宫 罪不容诛 这段可是妥妥的名场面 我看到精彩的地方 随手拿起了茶几上 不知何时出现的苹果啃了起来 当我正看到静白出场时 闻到了一股好闻的香味 转过头 看到穿着家居服 带着围裙的陆之行 和一桌子卖相不错的饭菜 妈爷 爸总居然会做饭吗 陆之行看了看握着半个苹果的我 笑得有点好看 然后她看了一眼电视 一别数年 西贵妃手上的洞窗好了吗 和电视里莫言的声音 重合在了一起 我一脸诧异 陆总也爱看甄嬛传 不是爱看 陪别人看了好多次 别人 女朋友啊 不是 哦 那就是前女友了 也是 有女朋友 也不至于一个人过生日了 不过我和爸总的共同点加一 嘿嘿 可能我笑得有点猥琐 爸总陆之行打断了我 叫我去洗手吃饭 我和陆之行对坐在桌前 我看着眼前的菜 想了想 这可是陆总做的 就算不好吃 我也得给他点面子 表现出很好吃的样子 不过我很快就干完了一大碗饭 然后意犹未尽地想再来一碗 咱就是说 陆之行不仅会做饭 居然还做得这么好吃 陆之行的形象 顿时在我心中 更加高大了许多 我看了看他 发现他也没怎么动筷子 正盯着我看 我突然意识到 我好像忘了什么 哦 我是来给陆之行过生日的 我尴尬地看了看他 他挑了挑眉 怎么不吃了 不好吃 不不不 太好吃了陆总 就冲你这厨艺 我都想把你娶回家了 我这人一旦吃得开心 就容易口出狂言 咳咳咳咳 公司里好多小女孩 私下里说想给陆总生孩子 大概说 愿意娶她的只有我 给孩子激动得可不停 我给她顺了顺背 她才好一点 对了 陆总 你等一下 说着 我走进她家厨房 不一会儿 端出一碗面放在她面前 还好 别的不会 煮碗面我还是很在行的 陆总 生日快乐 谢谢你呀 周一 陆之行吃得很开心 去开了瓶酒 给我也倒了一点 我平时其实很少喝酒 但想着 要不是自己发错了红包 陆之行一个人过生日 也够可怜的 就陪她喝了一点 我们边喝还边聊了许多 从共同爱好甄嬛传聊到人生层面 不过大多都是我在说 她在听 我 陆总 真的 其实我一直都想赶紧报复 为此我也付诸了行动 嗯 坚持每年生日都买一张彩票 但是 看你虽然有钱 但还是要一个人过生日 我真的很同情你 不过 你也不要难过 朋友嘛 不再多 只要有真心的就好 你放心 我愿意做你陆之行的好朋友 以后你的生日 只要你需要 我周一一定陪你过 我的开导还是很有用的 陆之行笑得前仰后合 最后捂着肚子说了句 好 一言为定 也是没想到 陆之行还挺单纯的 就答应和他做朋友 就能让他开心成这样 完全没有了 爸总该有的样子 我酒量不太行 一杯红酒进度 就有一些晕乎乎的 不过残志有存 当我的爸总朋友陆之行 让我留在他家睡客房时 我义正言辞地拒绝了 虽然是朋友了 但也没到可以留在他家的程度 但陆之行对我表示怀疑 周一 你还记得你家在哪吗 我依然可以准确地答出 我家在华府C区五号楼二单元302 家门密码是1997年5月6日 我可真棒 陆之行大概也这么觉得 他又开心地捂着肚子笑 他因为喝了酒 于是叫了辆车来送我回家 他扶着我上了车 然后自己也钻了进来 你干嘛 我认得家的 我再和你说一遍 我家在 我还没说完 他捂着我的嘴 我送朋友回家 不可以吗 哦 那倒是可以 路上 我晕晕乎乎地靠在他身上看他 这人可真好看啊 皮肤比我还好 他似乎发现我盯着他看 低头看我 怎么了 陆之行 你真好看 他愣了一下 把头扭了回去 不过脸刷了一下就红了 哈哈陆之行 你喝多了 不过脸红红的也很好看 睫毛很长很长 鼻梁很高 嘴唇看起来也很软 应该很好亲 想着 我就凑了上去 双手捧住了他的脸 对着他的嘴唇使劲亲了上去 巴唧的一声 果然好软 陆之行眼睛瞪得大大的看着我 我瞬间清醒了许多 我 刚刚 亲了 陆之行 到了地方 连句再见都没敢和陆之行说 我赶紧下车跑回家 之后的两天我都翘了班 打电话给我 闺蜜林梦 梦梦 你能不能收留我 公司有没有适合我的岗位 我和林梦高中便认识了 他家里生意做得很好 品牌店开在全国各地 他妥妥的一个富二代大小姐 大学毕业后便自己开了家娱乐公司 旗下艺人有名的也有好几个了 我总是不懂他这大小姐 为什么会愿意和我做朋友 他说可能因为我傻得单纯 傻得可爱 你要是想做艺人 微调一下也不是不可以 不过娱乐圈水太深 不适合你这个头脑过于简单的人 有没有其他选择 经纪人 一人助理太累 你要不还是来给我当助理吧 保你轻松又赚钱 以前我就叫你来帮我 你不是不愿意吗 我现在的工作保不住了 说来你可能不相信 我把我老板调戏了 我刚说完 那边就笑得不行 我果断地挂断了电话 我又在家里窝了两天 结果接到了陆之行的电话 我怀疑他是让我去办理离职的 喂 陆总 周一 你明天再不来上班 我就要扣你这个月工资了 居然是找我回去上班的 陆总 你不打算开除我吗 我什么时候要开除你了 是你打算吵了我吧 这就是你做朋友的方式 啊 跟自己老板做朋友 我也就是说说而已 没想到他还当真了 那你是说 不会扣我这几天的工资 你再不来就给你扣光 好的 陆总 我明天肯定到 此时此刻 陆之行的光辉形象 在我心中再次得到了升华 被我酒后耍流氓非礼了 让我回去上班不说 居然还不扣我工资 这样的老板 我去拿找 于是第二天一大早 我就屁颠屁颠回去上班了 还好 大家似乎都没太在意 我撬了好几天的班 同事小文临时接替了我几天的工作 问我 周一 你怎么了 没事没事 请了几天病假 她看我的眼神中 似乎有几分同情 周一 你可太不容易了 你可不知道 我这两天在陆总手底下干活 有多战战兢兢兢 每次找她都臭着脸 我都怕是我哪做错了 我想告诉她陆之行平时不那样 但好像又不太好解释她这臭脸的原因 我总不能告诉她陆之行心情不好 是因为被我亲了吧 啊 你知道的 有很多人没表情的时候 就是让人觉得在摆臭脸 可能陆总就是这样 应该不是你的问题 小文 原来是这样吗 说完 身后就传来了陆之行的声音 周一说的 对我就是长了张臭脸 然后对我说道 哟 来得挺早啊 没想到陆总也来这么早 是啊 来这么早 听见你说我坏话 社畜的基本技能 人 我拿上行程表 去了他办公室 陆之行不知道和谁在打电话 笑得还挺灿烂 可以可以 时机正好 陆之行一挂电话 我就立马换上最灿烂的笑容 陆总 那天喝多了 实在是对不起 好在您大人有大量 不和我计较 以后您有任何事情用得上我 我周一必赴汤蹈火 再所不辞 哦 我还真有个忙 需要你帮一下 我点头如捣蒜 什么忙 您说 做我女朋友 啥 我老板陆之行 要我做他女朋友 我仿佛一道天雷批中 愣在原地 虽然他确实有几分傲人的姿色 让不少人垂涎 当然也包括我 但是 这也太突然了吧 陆之行见我一整个呆住 无嘴笑了起来 敢强吻我 让你做我女朋友又不敢 周一 你可真行 我我我 我那不是九状熊人胆吗 陆总 我都和您道歉了 您还是别开玩笑了 没开玩笑 是这样 我妈叫去我相亲 我不愿意去 所以找你扮演一下我女朋友 我瞬间轻松了许多 哦 这样啊 对 就这样 怎么样 答应吗 好的 没问题 您什么时候需要我 明天晚上 第二天陆之行来接我 我特意换了一戏长裙 头发烫了大波浪 涂了个大红唇 你这是 以陆之行的条件 能让他妈妈同意的 想必也不能过于普通 陆总 我现在有没有 财阀千金的气质 你快说给我准备的人物 设定是什么样的 我提前进入一下角色 不用 你做你自己就好 哈 行吧 一切以甲方爸爸的要求为准 到了我才反应过来 太激动了 没准备礼物啊 我问陆之行 我这空手来真的好吗 他从车上拿下来一堆礼品 都准备好了 然后 他伸给我一只胳膊 我会议 挽了上去 紧张吗 紧张什么 又不是真的见家长 我故作轻松地笑笑 那你抖什么 第一次演戏 有点激动 陆之行拍了拍 我挽着他胳膊的手 好啦 别怕 你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看了看陆之行 莫名安心了许多 陆妈很有气质 看得出来年轻的时候 一定是个大美人 陆妈和陆之行的眉眼很像 但可比陆之行带人热情多了 一见到我就拉着我的手 这位就是我儿媳妇吧 倒也不必这么热情 阿姨你好 我叫周一 我拿出我最端庄的一面来 想着为我的甲方爸爸陆之行 争口气 啊 周一 人好看 名字也很好听 不过 这名字有点耳熟啊 好像以前在哪听过 是吗 陆之行 他居然有提过我吗 陆妈语气中 透露着嫌弃 他怎么可能 一直说有喜欢的女孩 又从来不说是谁 到今天才带回来 你说我怎么会有 这么没用的儿子呢 不是吧 不是吧 该不会是喜欢的女孩 人家一直没答应 才找我来的吧 那陆之行 确实挺没用的 哎 儿媳妇 你身后这人谁啊 我看了看身后的陆之行 他面无表情 妈 人周一第一次来 您给点面子 陆妈不置可否 继续说道 哦 是我那没用的儿子啊 还不快去洗点水果 给依依吃 陆之行很听话的 放下东西 洗了点水果端出来 刚要在我旁边坐下 陆妈再次发话 我宝贝之行还没溜呢 你去溜了 再回来吃饭 我有点好奇 没用的儿子是陆之行 那宝贝之行是 结果陆之行拍了拍我 就拉着一条金毛出门了 原来雷厉风行的陆总回到家 不仅狗子同名 甚至家庭地位不如狗子 陆之行出了门 我和陆妈聊到 给陆之行当秘书 我其实是怕陆妈会嫌弃 但陆之行说作自己 我就如实地说了 但是陆妈态度依旧 很和蔼 还问我有没有被他欺负 我仔细想了想 其实陆之行一直对我很好 再一次陪他应酬说 自己不喜欢酒局后 他就再没带我去过 我很讨厌团建 偶然和他提过一次后 他便要求之后团建活动 不能安排在休息日 而且不再强制参加 每次出差回来 都会送我小礼物 又说是品牌方送的 他用不到 突然有点失落 陆之行对我来说 不仅是个很好的老板 但我只是他今日份的假女友 晚饭期间 陆妈把陆之行 从小到大的糗事说了个遍 而且是每听一个 我都会怀疑我会不会在 未来的某天被陆之行暗杀的程度 好在陆之行一直很淡定 表情都没变过 仿佛这些事和他无关 甚至还不停给我夹菜 热衷于扮演贴心男友的角色 总之 一顿饭吃的还是挺开心的 晚上 我和陆之行 被陆妈强行留宿 我和陆之行 盯着那一张大床 气氛有些许尴尬 好在这是林梦的电话 打破了这种气氛 我赶紧接了起来 把手机放到耳边 但林梦的声音震耳欲聋 一 你到底要不要来给我当助理了 我看向陆之行 他双手还胸看着我 尼玛 气氛更尴尬了 我赶紧把手机音量调小 不用了不用了 我已经回去上班了 那可惜了 你不是喜欢方文婷吗 他最近会和我们公司有个合作 还想着让你当面追星呢 那确实是可惜了 挂了电话 陆之行问 什么可惜了 陆总 偷听别人说话是不礼貌的行为 没什么 没什么 我赶紧转移话题 话说陆总 你小时候真的偷穿你姐姐的裙子 他把头扭到一边 三四岁的事情谁记得住 说不定是我妈编的 哼 你不记得你就说是假的 陆之行突然走到我眼前说 我妈很喜欢你 嗯 爱一人很好 我想 只要是你喜欢的女孩 她都会喜欢 因为她很爱你 虽然陆妈表面上嫌弃陆之行 但我看得出来 她对陆之行满满的爱意 那你呢 我一愣 什么 你说 你又给我发五百二十 又亲我 是不是喜欢我 我突然有些慌 看着陆之行凑得很近的脸 心跳得很快 完蛋了 心率不齐 改天得去医院看看 我心虚地摇了摇头 可我喜欢你 你要不要做我女朋友 真的那种 陆之行一脸认真 似乎不是在开玩笑 救命 心快从嗓子眼蹦出来了 虽然陆总你长得很好看 又有钱 做饭还好吃 我能不能考虑一下 陆之行笑了笑 好 等你慢慢考虑 不过 不过什么 他突然凑过来 在我唇上亲了下 不过你上次亲我 我得还回去 没想到陆之行说 等着就真的在等 几天过去 除了工作上的交流 他也没催我给他答复 不过这几天 整个公司都多了奶茶 和甜点的福利 大家纷纷猜测 陆总是不是有了什么喜事 心里很暖 我知道 他是不想给我负担 周末和林梦一起逛街 和他说了 陆之行在追我这件事 林梦搂着我的肩和我说 你喜欢就答应他 不喜欢就拒绝 放心 工作没了就来找我 我养你还不轻轻松松 所以你在犹豫什么呢 因为我害怕失去 但陆之行他那么好 我总不能因为害怕失去 就把喜欢的人推走吧 我决定了 回去就和陆之行说 可刚做完决定 我和林梦就看到陆之行 和一大美女 在对坐在一家咖啡店里 大美女戴着口罩 但是美女的美貌口罩 也阻挡不了 完蛋 我反悔了 我转身想跑 但是林梦拉着我走了进去 坐在陆之行身后的位置 他看不到我们 我们却能听见他们的对话 只是没想到 坐下就听见美女说 你别离开我好吗 果然两个人关系不一般 陆之行 你知道的 我不喜欢你 美女 可我肚子里的孩子怎么办 打掉吧 陆之行平静地说 美女 你知道的 我已经为你打了一次孩子了 医生说 如果这个孩子不生下来的话 美女哽咽 我以后恐怕不能再有孩子了 尼玛 陆之行竟然是这样一个渣男吗 我被惊在原地 林梦实在忍不下去了 拿着一杯水 狠狠泼在了陆之行的身上 渣男 陆之行被泼了一身水 看到是我们 先是有点惊讶 然后还是不慌不忙地 擦着自己身上的水 倒是口罩美女吓了一跳 林总 她摘了口罩 竟然是女明星方文婷 林梦 你们这是 方文婷 对台词呢 编剧《没几年的脑残》 都写不出这句本来 她指着陆之行 这是我弟弟 似乎看出我的震惊 她解释道 不像对吧 确实 她长得比我丑太多了 陆之行默默翻了的白眼 好了 姐 我女朋友来找我了 我不能陪你对此了 哎 我有说答应你了吗 陆之行说着 要拉我走 我扶开她的手 凑到方文婷跟前 姐姐 能给我签个名吗 大美女谁不爱呢 不过方文婷没给我签名 拉着我拍了好多张照片 被美女搂在怀里 我简直是太幸福了 谁懂 晚上 我和陆之行姐弟 一起去陆妈家吃饭 我才知道 原来陆妈真的姓陆 方文婷和爸爸姓 陆之行和妈妈姓 这下又听说了陆之行 更多黑历史 上次是陆妈 这次是母女二人 一起拉着我讲 陆之行很是无奈 再次一个人灰溜溜地 拉着和她同名的狗子出去了 陆妈突然想到什么 依依 你小时候在哪住啊 绿园区 我上大学前 一直和爸妈住在哪 我想起来 在哪听过你的名字了 陆之行上小学的时候 我们也在那住过几年 隔壁邻居有时候工作忙 就把三四岁的女儿 放在我家 陆之行那时候 喜欢得不得了 放学就和小妹妹玩 还说长大要娶她当老婆呢 那小女孩就叫周一 饭后 我问陆之行 原来我们小时候就见过 她点点头 是啊 我第一眼见到 就认出来了 她伸手来捏我脸上的肉 都说女大十八遍 你倒是和小时候长得一模一样 连婴儿肥都没退 怎么可能 大家都说我越来越好看了 我不服气到 那你呢 你不记得小的时候见过我 这我可真不记得 要知道和老板小时候一起玩过 我还至于这么卑微 三四岁的事情 谁记得住 陆之行听见我用他的话回他 很是无语 不记得也不要紧 现在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你考虑好做我的女朋友了吗 陆之行用他亮晶晶的眼睛看着我 我没说话 直接亲了上去 我和陆之行在一起后 我就辞职了 倒不是怕有不好的影响 而是我真的去林梦的公司工作了 闺蜜是我老板 还能天天看帅哥美女的生活 可不要太舒服 陆之行没办法 又招了个男秘书 不过他也挺开心的 因为在没人逼迫他 一起看甄嬛传了 和方文婷大美女一起看剧 逛街的人变成了我 但是对于姐姐总是拐跑自己女朋友这件事 陆之行表示很不满 但也只是敢怒不敢言 等我爸妈晚晚回来 我便带陆之行回了家 老爸老妈见到陆之行 很是吃惊 虽然我不记得他了 但我爸妈倒是记得 还和我说 好在他后来搬走了 不然在我上学的那些年里 都得提防着他 我问我爸之 不知道他和陆之行同一天生日 我爸说他以前还得陆之行买过礼物呢 怎么可能是同一天 陆之行居然骗我 以后再慢慢和他算账吧 毕竟我和他未来的日子还长着呢